移椒就装到底部 放下这个黑色扣盖 拧紧融丝 刹车键分左右 红色长条 再向外 脚要向后这个 是右侧 里面有一个黑色突出物 对准车架内的缺口罩 安装到底 弄不动为止 将这个快拆轴 装入车子内 安装在架子上 安装的时候 一定要按住这个黑色卡扣 才能安装完成 弹出来就安装完毕 转向杆 按住卡扣 从车架底部 向上安装 转向杆 这个金属片 一定要向右侧 将后推杆 装入 这个转向杆上 这个突出位置 一定要对准这个卡扣 用力按紧下方 向下按 卡扣弹出 固定住这个红色把手 就行 拧松这个后推锁把 快拆 将后推把 装入 按住卡扣 向下安装 这个车室 这个车把可以上下调节 安装完毕后 拧紧 后推把快拆 把这个水杯架 装在后推把上 拧下脚踏板上这个螺丝 将脚踏板 侧面 装入这个车架上 然后 对准这个 对准这个孔 将螺丝穿入 拧上螺丝 用搬手 固定螺丝 将前车把跟后车把 调成平行 拿这个转向杆 挂入这个基础片孔内 然后拧下这个吊砖底部螺丝 这个吊砖可前后调至 合适位置 调至合适位置后 放入孔内 拧紧底部螺丝 前面螺丝向后拧 后面螺丝向前拧 拧紧之后 用搬手 固定结实 将底部螺丝 跟转向杆 拧至平行 拧下这个护软支架 上面的螺母 装上护软支架 装上护软支架 穿入孔内 将螺母拧紧 用搬手 固定结实 拧下车座底部螺丝 装上座椅 将孔对齐 装上底部螺丝 搬手 安装护软支架 安装护软 有弧度的这一方 向上 装入车架内 然后安装座椅 然后安装座椅 将这个 将这个前方这个 放入 护软内 按下按钮 将靠枕 粘扣打开 将 这央棚这个支架 放入 靠枕内 粘上粘扣 将这央棚 装入车架内 将这央棚 与护软支架 这个孔 对齐 然后装上螺丝 安装上螺母 用搬手 固定结实 加按前绽 装在车棚上 将后车网 装到车框上 后车框分左右 跟这个车框上的 海盛头 要一致 然后拧上螺丝 拧下车架上的 后框螺丝 将后车框 装到车架上 连上螺丝 连上螺丝 固定结实 取下车框上两条绑带 将绑带 穿入车框边缘 将前方装 将前方装到车架上 搬上螺丝